哈喽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小学兄弟 前段时间我们测试了LG第四代WOLED的面板电视机 LG的G5 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显示器 那么GX7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GX7采用了环保的褐色纸皮 打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和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一是免工具的快拆结构 底座拧上螺丝 自家载卡紧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这次LG GX7 一样采用了夹注式的外观设计 正面一样是观感极佳的四边微边框设计 但下面的超长电动小下巴 有点画色天竹 背包和LG32G后90是同款 自家则是32GS95同款L型 全金属底座 提供足够的支撑和稳定性 自家功能性上 它支持升降水平 抚养以及90度的垂直旋转 接口方面 GX70配备了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 2.1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在机器底部位置 还有个DTS的音频接口 接着就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 四代OLED面板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Ultra Girl的动小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我们来收一下第一主眼感受 全新四代OLED面板 相比三代Mate OLED 亮度是有相对明显的提升 强度雾面屏 拥有出色的抗反表现 但画面会有轻微的油力感 色彩艳丽 但没有明显的过饱和现象 实际测试 SG容积达到了52.49% 很出色 PPI为109 字体显示没有毛刺感 但还是有明显的彩编现象 像素排列 一样是RG WB 指像素形态相比第三代WOLED 要更加的规整 呈长方形 实际表现就是我上面所讲 字体没有毛刺感 二十菜单方面 一样是我们熟悉的 Oltra Girl动效UI界面 操作的方式 是底部的五项摇杆按键 菜单的功能排列 动画效果 都属于显示器的第一梯队 接着我们进入数据实测环节 先来看白平衡和摄温 出厂默认为6610K DOV为0.0037 SRGB模式 摄温6443K DOV为0.0040 P3模式6448K DOV0.0030 摄游空间方面 面板原生为P3摄游 菜单中提供了SRGB摄游缩线 实际测试 SRGB模式下覆盖率为99.5% 平均摄差1.59% 最大摄差4.35% P3模式 摄游覆盖率为98% 平均摄差0.82% 最大摄差2.14% 从结构来看 SRGB最大值偏高 达到了4以上 浅蓝色变为了青蓝色 P3的蓝色则6V的偏纸 SR亮度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 峰值亮度高 低 关 三个档位调节 峰值高模式下 1%到5%的APL状态 可以达到560L以上 10%的APL状态 也有549L 之后亮度开始下降 全频亮度为326L 通过亮度曲线 对比第三代WOLED 提升是非常可观的 峰值低档位 最高亮度限制在427L 以此降低ABL机制 带来的影响 峰值关 全频亮度的提升 让GX7整体受ABL机制影响更小 反映在实际的体验中 浏览网页编辑文档文案 对比第三代WOLED 很大程度减少亮度 忽高忽低的不适感 再来看SDR亮度 1%的APL窗口 更是来到了1550L 之后随着APL窗口的增加 亮度随之下降 但即便是10%的窗口 也有837L的亮度表现 最终 全频会停留在332L 峰值低档位 1%到10% 保留在610L 全频为329L 峰值关 这全频维持了330L左右 同时我们还测试了 峰值亮度的持续时间 SDR模式1%窗口560L 可以维持4分钟左右的时间 SDR模式1%的窗口 1500L峰值 这可以维持2分钟左右 这样的峰值亮度持续时间 足以覆盖大部分的使用场景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生成像一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紫色部分的亮度 在280到300L 以国标25公格测试 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5.26%表现出色 切换到摄温模式 全频摄温在6506K到6989K之间波动 没有明显的阴阳屏现象 全频摄温均匀度表现 算是出色的 可是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的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 都在30度左右 切换到全频黑厂 由于OLED特性 屏幕处于不发光的状态 因此不存在漏光现象 但GXC搭打的第四代WOLED 出现了和QD OLED一样的问题 屏幕受到光线照射 表面泛指 好在DX下不明显 只有1000X以上才会出现 频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条件亮度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但由于OLED的特性 它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频闪 频闪波动升至为13.36% 同时我们还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17L 此时SVM值最高为0.18 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的范围 低灰阶下 第三代WOLED存在的抹布屏现象 在第四代GX7依然存在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峰在456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2.78%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GX7各接口的 带宽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 HDMI接口为2.1满 属于18G带宽 PC端DP和HDMI都可以制造 2K280Hz 12bit全范围输入 主机端支持4K60Hz硬式和2K120Hz 支持VR HDR 但不支持自动低延迟 HDMI 2.1直连Mac 支持48的240Hz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技术 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280Hz的状态下 全令路延迟为11.62 在HDR性能方面 GX7通过的Display to Black 500认证 这是目前已量产的桌面 OLED显示器通过的Visa最高认证级别 EOTF曲线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玩家1、2、FPS、RTS和声动模式 玩家1、2模式 裁切了5灰阶以下的内容 其中 玩家1模式10-70灰阶做体量 70灰阶开始做滚降 贴合标准PQ 玩家2模式 则在20-50灰阶贴合标准PQ 50-70做体量 之后会和玩家1模式相同 滚降贴合PQ FPS、RTS和声动模式 0-70灰阶做大幅度的体量处理 之后再做裁切 逐步贴合标准PQ HDR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中 太阳轮廓清晰 使用成像射度计生成尾色图 玩家2亮度最高为460L 玩家1模式413L 其余的游戏模式 太阳亮度并不高 都在320L左右 在高APL的实景画面中 GX7的HDR实景亮度表现只能算中的 没有完全发挥这块第4代WOLED的全部实力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手电筒的亮度 玩家1和2都在1200L左右 生动FPS、RTS在800L左右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色彩还原精准 岩浆没有出现偏色 岩石部分的纹理清晰 没有明显的细节丢失现象 但在部分颜色渐变等过渡场景 GX7存在着明显的色彩断层 对于原生10bit的OLED面板 原则上是不存在此类问题 这点可以优化 HDR游戏方面 得于第4代WOLED全屏亮度的提升 加上玩家一模式提亮 处理的EU天赋调教 在遇到大光比的场景 始终能够保持足够的亮度观感 整体ABL机制影响较小 这对于OLED屏幕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HDR观感指标 当然GX7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由于裁切了5灰阶以下的内容 在更多变更复杂的游戏场景 弊端暴露 大面积的黑场会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菜单中提供了暗部增强 调高之后 只针对灰色部分进行体量 低灰阶仍然偏黑 细节呈现不够 游戏竞技方面 GX7支持280Hz刷新率 实际测试没有跳增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没有预设任何的OD档位 实际用仪器测试 平均灰阶速度达到了0.288毫秒 属于是典型的OLED微秒级的响应 运动显示时间方面 在280Hz的刷新率下 上升B1W为2.953 下降B1W为3.209 B1T为2.755 在实际UF运动轻音度的观测中 飞碟后方没有托尾 本体轻音度表现非常出色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天棒的表现 拆开背面小背包 我们就可以看到 左右两侧RGB灯带 以及金属屏蔽罩 屏蔽罩和27GR950是同款无聊 拆开它 我们就可以看到驱动版 主控IC颜色熟悉的 瑞誉RTD2738 这是满硕HDMI 2.1 上方有一颗N字谱的LPC11U 它是一颗Cortex M0家的微处理器 用于控制背面RGB灯带颜色变化 音频系统则由瑞誉的ALC2050 和微浪的WA20公放芯片组成 右侧瑞誉的RTS5411T 提供USB上下型数据传输 提抗方面 逻辑主控LGDisplay SW08105 旁边分别是滑棒的闪存 和三星的内存颗粒 面板部分 我们来看它的型号 LW270PSB 这是LGDisplay首款桌面端 第四代WOLED 从机密的官方规格书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参数规格 26.5英寸2K 280Hz刷新率 99.5%的DCIP3射域覆盖 原生10bit射深 SDR峰值555尼特 全屏335尼特 以及超高的1500尼特峰值亮度 这是目前已测得的 最亮桌面OLED面板 接着我们来看GX7 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射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52%的SGB容积 射域天地板排名第26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564尼特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20名 SDR峰值亮度实测为1550尼特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15名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里的白点测下 最大差距为5.07% 亮度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第37名 核心重点响应时间方面 GX7灰接响应达到了0.288毫秒 响应速度天地板排名第9名 运动显应时间方面 GX7的B1T达到了2.755毫秒 排名B1T天地板第8名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对它进行一个优惠人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全球首款桌面端第四代WOLED面板 配备四层堆叠RGB串联技术 实测峰值亮度1550尼特 全屏332尼特 是目前桌面端最亮的OLED面板 2.280Hz刷新率 配合上OLED微秒级的响应 运动轻易度表现非常出色 满足大部分FPS的跟腔和定位手法 3.HDL亮度观感优秀 得以于全屏亮度的提升 和不错的UTF调校策略 ABL机制影响相对较小 4.支持硬件低蓝光背光 亮子电光谱 拥有高达99.5%的P3色域覆盖 在低亮度下 色彩亮度相比第三代WOLED提升明显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字体显示 依然会有踩边现象 2.S在玩家模式踩起灰阶 实景出现了明显的细节丢失现象 3.低亮度和低灰阶下 画面照点和抹布屏现象依然存在 4.黑场和QDOLED一样 在环境光明亮的使用场景下 屏幕表面泛指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LG第四代WOLED面板 GXT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